FMQ1.5 自遊一聲 漁夫自遊行 大家好 我是漁夫 很歡迎我們有告每一禮拜 暗時9點 這空中和大家在會 這次是在台北 來錄音報送 大家有人問我什麼時候到台北來呢 好 大家不知道我現在有多忙 因為我找出之後 很多台灣世界 很多人都會找我去演講 演講 其實我都跟他說 我不是美食家 所以我也不是文史工作者 你問說要是世界 要叫我去講美食 我其實不是說美食 我是說我們台南人 工作的精神和生活的態度 所以我來這裡說 不是要跟你說 那個 東西多好吃 都多好吃 人生 害害了 我們一個人 一四人 還可以吃多多 可以做一個美食家 這開玩笑 你如果要做一個美食家 所以說 全世界 你要去 全世界 要去很多地方 所以 你一定要 有兩千錢 要有兩千錢 比如說 我的好朋友 我的好朋友 李昂 李昂 他為了要做一個美食家 他還要坐給人家 去到法國 要吃米其林 三星級的 我們吃米其林 說起來 一段 熱熱的故事 因為米其林是在做輪胎 做輪胎 那麼當初 開始有車的時候 就需要輪胎 需要輪胎 這個米其林 怕說大家 沒有人要坐 這個汽車 去全世界 各國來 露行 所以 他們就去 開始一下 什麼米其林 旅遊 指南 最主要就是 要促銷 看大家 可以去塞車 塞車當然 就用到它的輪胎 所以就開始有什麼 米其林旅遊 米其林生命美食指標 做到沒了 它這個指標 總是 這個 所謂世界上 非常重要的一個指標 各位 你如果知道 就是說 在法國 你這個餐廳 如果是說米其林 譬如說 它分成三顆星 你如果是米其林的三顆星 萬一 如果有一年 掉下去要兩顆星 哇 這事情大條 怎麼大條 那個廚師可能會去煮散 今天呢 我這種故事 我跟你說 我一定 在我這個 上半身 就是 我差不多五十幾歲 五十年來 我聽過兩驚 兩驚 兩驚 都是這個廚師 去用 這樣一顆星 真的去跳海 跳樓 都有了 真的有夠可憐 這個驚死人 因為我現在 下了兩驚死後 大家就看我裡面 那個東西 很好吃 就叫我四季去演講 但是我都在說話 都在說生活 所以今天也是一樣 今天要來跟各位 再換另外一個概念 我覺得人生 生活比較重要 外條的不比較重要 我們這個 在靠兒說 我思故我在 我們有好法想起 我們到底是存在 是世間要做什麼 這樣不太重要 是不是這樣 所以 有一座我去演講 當時 鄉鄉有人一句話 跟我問 他說 宜吳先生 我們也很想要跟你一樣 我們也想要搬去 找一個地方 讓我過的這個 過生活 非常快樂的生活 我們也要 問題是 我要去找頭路 我要去 比如說 我哪去上台南 我要去找頭路 一種話 我現在買了 其實我很多 演講的地方 裡面都沒聽人說過 但是 有一天 我鄉鄉這樣想 有什麼這樣想 最主要是說 我有奔過 很多 這個 帆來台南的少年人 我也問過 一樣的問題 我比較說 先說第一類的 這個少年人 他以前在台北 是一個 Engineer Engineer 那麼 有一天 他本來是台南人 有一天 他就回到台南 他回到台南 然後 他就 說 這樣 台南這是生活的地方 台北 怪怪的 這樣 所以就開始 決定說 他要搬回來 他的故鄉 台南 那麼也是一樣的問題 你本來在台北 你本來在台北 有工作 做得好好好 你好好走走回來 你要吃什麼 你要吃什麼 結果這個 這個 年輕人 沒有 他就來到 我們這個台南 的時候 他就去 找很多 這個古廚 古廚 我們有一個 做老屋 生理 就是說 這個教育 就是說 你如果是把老屋 簡單說就是 重新利用 那麼 我們的這個企政府 就是幫忙你 做回來 做宣傳 你如果真的 比較有自己利用 所以你現在 有去很多 我們這個 台南有很多 老屋 好想看一個 老屋生理 這樣企政府 就給他統一 做一個 宣傳 這個年輕人 發現到 有一間老廚 那間老廚看起來 很漂亮 所以呢 他就上網去查 欸 去查出來 說這間 屋子是什麼人 所以呢 他總 啊 總的 他看了這個屋子 他就總的 他的一個 價位 說他 他要怎麼來 利用 這間老廚 的價位 他就把他寫得很長 然後呢 寫完之後 總的這份 價位輸 叫給這個 出租 那麼 在那個時候 還有另外 一部人 有哪兒要做那間房子 人家是出賣的 做金出得很高 但是 欸 奇蹟發生了 這個處處呢 有一天 總卡好那些少年人 告訴他 這樣啦 我感覺你的這個 客人 看起來是不錯 但是你到底有 那個生意 要做不做 我不知道 你知道嗎 所以這樣 我有你兩年的時間 兩年的時間 啊你 好好 下去做 叫你客位書來做喔 你如果有 開始在兩年裡面 有做夠 這樣可以 我這個房子呢 在兩年裡面 先用 少少做你 但是 兩年後 你如果沒有 叫客位書做 是的 我熟了回來 我準備要做給別人 比較好的這個 做金 所以這個少年人啊 他中就 啊 他的這個 客位書送去 之後呢 他真的喔 多少年去那裡說 欸 做得不錯呢 所以搞定喔 這個處處 也是做他 啊這個處處 不是說 貪到那個 處處啦 最主要是說 他自己本身也是沒有在住 但是呢 他希望他的處 這個處沒有人住 喔 他會派他 他希望他的 要來住他這間處的人 我們就要好好啊 齁 要跟他照顧 這個我 想起來 也知道是不是 你有很多這個 尤其是我齁 我有很多這個朋友 在這個台北啊 齁 都住了一種地堡 那裡的一種 那裡的一種 那間的處 這當然都很好 那啦 但是呢 老實說齁 那 事業行不行 啊 到底呢 呃 我有時候 很不好意思 我問我 欸 你到底有一年來的 你住地堡 還是有這種的高級的 這個 主體來的 你到底是住 請問你到底是住幾天 啊你也不然你住什麼 在住 蛤 阿不就飛翁在住 呵呵呵呵 好 是不是這樣 所以這給我想起了 一個笑話啦 齁 欸 我有一個朋友齁 他如果是都住在地堡 這種的齁 這種 改進的 豪宅 裡面 結果呢 有一天他跟我說 漁夫你如果要找我可以 齁 但是呢 你要記得 你身分前走得好 說齁 阿帥的你車齁齁 你要停在我們裡面 很麻煩啦 齁 所以你外面找一個地方 你停在那裡 啊 這個 日外的時候齁齁 齁 你就要去登記 身分前要去登記 登記 之後就有人背你走 一路 你一直說啊 叫我講 對 在那裡請問 啊你是 住在那個土壤 看守秀秀 哈哈 哈哈 真的啦 這個 很多 住在這個台北 我台北住三十幾年齁 啊 很多人住在那裡 都豪宅嘛 現在台北的房子 是幾家會怕死人 啊 我一天去到台北呢 啊 看一個說 在那個人在做家的什麼 生意房屋 什麼頭前看一個說 蛤 這個Case 一名 兩百萬 驚死人 啊 現在他又不是怎樣 台北只能住好家人而已 啊 那三六人都不用住了 是不是這樣 那不是這樣 這組我來告這個台北齁齁 一個朋友說齁 政府有推出一個案齁 啊這個案齁 啊 在麥莎那裡 不錯喔 齁 啊這個案是 這個地不是你的齁齁 啊 但是呢 他地上屋可以 算說給你買 這樣 啊 那地上是政府的啦 啊 結果這樣 你不知道一瓶多少錢 一瓶說要四十幾萬啦 啊 啊我的朋友齁 看我來說 哎唷 這這麼小啦 蛤 啊 我聽一瓶說 你有說不對嗎 四十幾萬 四十幾萬 這麼小啦 啊你不會頭鎖 都叫政府洗腦洗得差不多去啊 蛤 欸 四十幾萬 你就要化小 我們台南說不夠 跪到這個程度 不然這樣喔 好厚 我在台北看了有人說 一間店 說擦 كم 龍膽十斑啊 靈膽九斑啊 啊多少錢吃到飽 你怎麼知道 一千兩百八十塊吃到飽 一千兩百八十塊吃到飽 你有沒有搞錯啊 吃一重飯要吃到一千兩百一二八零 一二八零 我老實告訴你 我在台南 一重飯吃多少 我們知道我們去路邊 尤其是我有去一間我們這個福生那裡吃 他說五十塊 五十塊 五十塊 他說 肉燒飯掛一個蜜蜜蜜蜜蜜蜜 五十塊吃一個粗肉 那當然你要說三兩碗 那也不可惜 吃東西不會超過一百塊 但是呢 在台北說要一二八零 吃海膽 吃龍膽十斑 走到人 所以 很多我們的這個生活裡面 我就會說 你如果是要搬來這個東南部大 你要想看你是要過什麼樣的生活 還要想說你要找什麼樣的苦 我又記得 最近啊 我有去一間麵湯 那那個麵湯是一堆這個 是一個像生物的夜ドン 放回來開會 那麼這隻像生物的少年人呢 本來一個是台北的出版社 有一個在做的那個策展人 人家在開什麼電烂火 那他們就去做 誒 這兩個少年小孩回來到這台南 在做什麼呢 沒迷 我說啊你這個落差不太好 一個是出版的一個是展覽的 結果你是怎樣 回到這裡賣味 這不是很奇怪 湯湯水水的跟你古早時代做的工作都不一樣 結果最近在說 和第一個我們在做民宿的那個年輕人一樣 他說台北就在睡的地方 來台南這裡比較有過生我的感覺 最重要的是說我的親戚朋友都在這裡 在這裡收入有比較低 但是呢有生我通過 生我通過這句話很重要 我們雖然收入比較少 其實我們老實說 我今年剛好時我這個台北比較了後 三十九年了 所以我們很多同學 大家就說不然我們來辦一間 大學畢業以後的三十周年聚會 可是現在想想的 很多我的同學 同學我們大家都在台北小学後 有的留在台北有的留在中南部 但是呢 經過30年以後呢 我最初跟他玩玩的 我跟你說 唉 我感覺在中南部的電腦欠那麼多 收入不見得是多 但是存款一定比你多 因為他在這裡 他的開銷不像我在台北這麼多 所以我經常在說 我們一世人可能是他帶兩個老闆在做工作 朋友問我說什麼大老闆 兩個大老闆 第一個叫做銀行 銀行啦 你不信 我跟你說 你最近在台北買過的房子 在我那個年代 我們現在的利率當然是非常低 我那個年代我 我跟你說 那個年利率我來買什麼 8% 9% 10%這樣 所以呢 汽車也一樣 汽車的貸款也是我老闆這麼高的 你要想看看嘛 尤其是我這種公民的 來賺一點錢 我就去買車 所以說起來 我們年輕人一定要聽我的話 我還記得我有一個座去美國 這座要去美國要去很久的 結果我在美國 那時候 就有婚禮機之後 就去四處五百尺 我如果去美國通常都會先去做一台車 做一台車 開到既定的時候 他們就 我就拿到我那個 訂車的這個 端子給他 就能把這個車曬出去了 那現在曬出去了之後 我就走去一間小店 那裡有 美國的車曬通常 旁邊還有咖啡給你喝 就在那裡喝咖啡 還買一本車 那這本車呢 剛好那個時代裡面 如果買的台灣有一個 翻譯進口 叫做 副爸爸 蟲爸爸 副爸爸 蟲爸爸 這本車裡面 說這個 副爸爸 跟蟲爸爸所改 跟孩子都不一樣 他就說 他的副爸爸 副爸爸是他自己老爸 副爸爸 是他說 認識的一個義父 這個義父呢 就跟他說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說你人生 如果是有賺到錢 第一筆錢 千萬不要對自己好 什麼意思 說你第一筆錢 是應該要去投資 你問說 我賺到第一筆錢 我就準備 我來買一台好車 來塞一下 拉封一下 我跟你說 千萬不要說 千萬不要說 所以 如果是真的要去投資 他說買了才來對自己投資 頭前的錢 彈起來 就是要準備去做投資 這就是跟這個 郭家人說的一句話 有土思有財 我們很多人都沒有了解說 如果是真的要富裕 尤其是你如果是做文創事業 像 很多人問我 我問過很多我的學生 我說 迪士尼 他最大的周邊是什麼 我的學生 大家聽到 他說 他又說 迪士尼最大的就是樂園 不然就是他的周邊 像米奇 老鼠 米老鼠 不然那些都是很大的周邊 但是呢 他最大的周邊就是土地 土地 土地 為什麼呢 因為迪士尼很聰明 他都在他的樂園旁邊 來去買很大的土地 要用這些土地來做開發 所以開發之後呢 比如說他在阿特蘭大的 一個 Celebration 禮戰城市 做好之後 反正在旁邊就一定有開發一個房地產 開發房地產就很多好人來買 好人來買 買住他的迪士尼樂園旁邊 住迪士尼樂園旁邊 這些人就是 基本的來出頭的人 對不對 所以呢 這些人很聰明 所以各位如果知道 像這個麥當勞 啦 Starbucks 我所了解 聽說人家店都自己買 店都自己買 他們比較聰明 我們台灣還有一個 三角川 三角川 三角川的理論 三角川的理論 就是說 有一個企業 他全門 全台灣都去收購 那個三角川 三角川先把他收購起來 他現在四個都去 看是要做人 要買人 或是自己買 用起來 起床來生殖 都可以 這樣 不才會服氣了 是不是這樣 這樣 公有消息了 不然現在最重要就是說 你如果這個年輕人 他回到他的故鄉的時候 第一件事就想說 他是要安裝生活 他過什麼樣的生活 再來決定說他找什麼樣的工作 很多人很好笑的就是 我在台北英國他們經常 很多人 我們台灣 靠近南北的差異很大 尤其是 住在北部 尤其住在台北 像我以前住在台北 住三十幾年 很多人對南部 有很多的五次 什麼五次呢 想說你們南部 就是都要特壇 我們台北人才有好處 就這樣想 你們南部 可能 比如說我最近看了一個美食家 在寫我們台南的咖啡 說他以前沒有台南喝咖啡 都感覺 想丹南兒 台南喝咖啡的水準 一定是對台北對不到 這台北實在很奇怪 以前到這個網路這麼發達的時候 這南北認知還差這麼遠 甚至呢 有很多人都想說 你們這個南部 你看你們這些人都沒有追蹤 我們這些 鋁鋼人都沒有追蹤 我們住的這些人才有追蹤 其實 你如果像我這樣 說住那個天龍國 住了三十幾年 也是有很多五次 但是不然我自己這樣搬到台南之後 我才跟他說 唉唷 這種五次 都是 雞出來 都是自己自以為是的 所以 我就說 我們這個兩個老闆 第一個就是小孩 這個小孩 你注意給他想 你在台北裡面 你把房子的貸款 車子的貸款 甚至有些讓 做卡奴 信用卡的貸款 信用卡的發揮 這是怎麼可以在台北的信用卡 有會產生這種卡奴 很簡單嘛 你誘惑多 誘惑多 買一堆有的沒有的東西回來 其實是說 在台北他就要跟他人比拼 像這次我一個朋友 外星星的 都說 他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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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張 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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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沒有那個 沒有額度的 隨便你簽的 看你要簽到什麼程度 我們就常來求人 這個要幫你推銷信用卡 那個要幫你推銷信用卡 我們還不需要那麼多信用卡 是不是 對不對 但是問題是 你現在還要買東西 買東西 他就開始有一個制度 就是信用卡 信用卡 這邊要信用卡 那邊要信用卡 你拿出信用卡出來 還要跟別人比拼 就是越開越多 啊 房子呢 那不需要去住 穿 穿這個地保 這種房子 你還沒在住 甚至 其實也沒有付什麼錢 像 上面有人說 有人去住地保 結果是都銀行在付的 銀行的錢 只借給有錢人 不會借給沒錢的人 千萬不要以為銀行一定會借 借錢給你這種窮人 窮人要去借 都借不 真的借不 絕對是借給有錢人 啊 所以你現在來算算的 我像我這樣三十年算了 我感覺我這樣一四人 都在退銀行做事情 啊做做的 欸 欸 啊怎麼會 這麼好笑啦 變做是 這個 呃 我到現在還欠銀行 又欠一堆錢 齁 這樣我不是 我不是一四人都在退銀行做事情 那不是 你 又說一個小聲聲 我一個朋友 我現在來到這個台南之後 有些朋友很好心啦 他說我一隻遊艇 啊我帶你來岸平港七頭 啊 啊 那 洗乾哪有這麼好的人 這樣啦 喔 那一天還堆一幾 啊 啊 啊 那一幾齁就外出海幾 Oczywiście 在岸平港那裡 家裡都在 啊 那在洗那時候啊 啊 他從 都在一半喔 啊 然後咱克勤那個 那個華臂 啊 哈 那一隻那個 啊 那 對 發財的阿薩 是 發財 他說啊 啊 這確定我們的遊艇要拿去保養 因為我們這個遊艇是放在水底放在太久了 船艇會卡一張那種奇奇怪的 譬如海藻有的沒有的 這樣做人的越晒越慢 所以要保養 我的朋友都跟我說一句 我聽得很好笑他跟你自我解嘲 他說我買這隻遊艇 好像有兩天很開心 那兩天 第一天就是我買進來的時候 看他跟髒燈結彩出來 又放鞭炮 放到彈彈彈彈彈 很痛的 你知不知道 所有的親戚朋友都知道我買一隻遊艇 我說這樣喔 那第二天呢 那第二天就是 我在想 只有我這個保養 什麼的一大堆 做都不完 我想想的 我如果第二天會很高興 大概就是我把這隻遊艇買出去那一天 哈哈哈哈 其實我們現在想想的 有一句功各處 很好 他說 不在乎天長地久 只在乎曾經擁有 我現在想想的 沒有不對 對 我常常在告訴我一個 很多朋友說 我說 我們做一個人 應該呢 一生中 要有別裝 要有豪宅 要有很好的車 最好是還有私人飛機 還要有遊艇 還要有賣場 還要有賣場 攏場 看我去那裡 七桌都可以 但是最好這些東西都是朋友的 我只要有使用權 我沒有要有擁有權 擁有權 擁有權 偶爾使用一下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 你如果有擁有權 那這聲音 你就再帶小朋友做事 就一四人都在帶小朋友做事 再來第二的老闆 有人問 第二的老闆是誰 第二的老闆是這樣的 我有一個 在我年輕的時候 我就帶到那個 我那時候在電視台 那麼 去到這個 台東 台東有一個人 這個人叫做 特殊 我相信 我們 比較多的朋友 都知道 特殊 這個 吃醋味的 這個 血腥 他以前 演過很多戲 特殊 特殊 在台東 做什麼 在那說 你賣場 上面我就看到 他有一個 偷光光 帶回家 那些雞 就要偷光光 帶回家 說 你 在台北 在那裡 那個煙氣 不是 煙料好好好 那錢也比較好 你只要吃雞 才會好 你跟那個 特殊 都說 特殊 說 有啊 台北錢比較好 但是 賺給醫生 賺給醫生 為什麼 他說 算不知道 你就在台北 你怎麼做 讓那個 二人做 東西做 做到身體都打敗 打敗 打敗 當然 開始看醫生 你看醫生 你就當然 只能給醫生看他 我現在來台東這麼大 拖一拖 天堂啊 身體很好的 非常勇敢 所以 我自己也這樣想 我現在連過五十 發現我的健保卡 常常都會 回到 哎呦 這樣想起來 可能第二位 老闆 醫生 要來啊 所以 人的醫生 台北 台北上 你有兩個老闆 一個叫做 銀行 一個叫做 醫生 不相信 你都過五十歲 五十歲以前 是這個 銀行 五十歲以後 是 醫生 哈哈 哈哈哈哈 所以 如果想要睡 你就說 好 我現在要來 賀醫夫 一樣 我也要來 搬來中南部大 你自己想想看 看你是要過什麼 像我 還想說 你要做什麼 頭路 所以 我們如果說到 這個 很多 我 以前台北大 很多 關聯 都是不對 好比說 我現在再說一項 我們住在這個 台南 我們通常 很多人都說 如果老人到 尤其是 現在我走來台北 老人的時候 台北路到要死 好 那是怎麼路到這樣 我這樣 走在那個樓上 各位要知道 那大樓白出來的 燒棄 走在樓上 更難 每一個人都密在那兩棋房裡面 但是你如果出門 你如果走路上 你就這樣 路到要抓狂 結果呢 我大部分的 這個 天農國的朋友 都會想問我 一句說 唉唷 台北這麼熱 你們台南越熱 台南越熱 台南越熱 嗯 我這樣仔細想一想 我在台北在住的時候 差不多 這個 幾個月 每一個月 尤其是比較熱 人的時候 冷氣 噴噴噴開 這樣齁 差不多要開幾天 真的 大家也知道 所以到冷氣 就什麼要 到這個夏天來的 什麼要節電 限電 因為大家都開冷氣 怎麼 怎麼怎麼 齁 齁 結果呢 我去到 我回到台南 後來到台南 後來到台南 我跟你說 我在台南 齁 夏天齁 齁 那整個夏天 把它算起來齁 開冷氣 超過五天 就太多了 唉唷 油漿沒在吹冷氣 沒在想怎麼睡啊 唉唷 你再想看看齁 我們台南的這個 日夜 溫差 非常的大 你是 是很熱 如果是通常 常常到到暗時的時候 後來的氣溫就降下來 齁 這第一點齁 啊 第二點就是說 我們沒有那麼多 高樓大廈 齁 不是像台北 整個這個 所有的熱氣 都排到這個 這個棚地 裡面去 結果整個台北 你就 越開冷氣 惡性循環 越熱 熱到整個 大家都要回不了 啊 台南呢 不是比較涼 沒那麼多大樓 所以呢 他的氣溫會降下來 所以我們還有海啊 我們還有海風啊 啊 所以我通常啊 到晚上要睡的時候 一支電風 到晚上就睡了 睡到不知道人 啊 啊 當然啊 有的人說 余夫 那是你可能你住的地方比較好 我住那裡 我就要冷氣 我們蓬蓬吹 沒辦法啦 看人啦 啊 你如果說 這樣要睡過 說這樣 然後熱一下 熱一下冷 你就沒了 那我也是沒辦法 但是 我們 平均來說呢 我是覺得 喔 中南部 比這個台北 比較不熱 比較不容易那麼做 而且呢 吃冰子吃得鬆壞壞 啊好 啊再來更加深色的就是說 冬天 我跟你說 冬天喔 實在是在 啊 這 知不知道台南算做雅熱帶 阿高雄就算熱帶 啊 我是在 屏東 最大寒 所以呢 我在這個屏東啊 我告訴他 各位老實說 我 國中以前都在那個屏東 所以我根本就 還到國中 啊以後才來去台北 啊我以前 小人的心 就感覺就是 阿阿阿阿阿會 牠又浮 不然牠又浮 就對了啦 阿雪里也落後嘛 真少啊 而且呢 都那個 我們可以說 過了喔 每天都很清朗 這樣喔 這喔 這去到那個 美國就是加州啦 Koula否rnia S дела 好讚耶 都陽光 哈 因為他那個 美國人喔 尤其是他們很 他們都需要陽光,他們非常喜歡陽光 為什麼? 如果平常沒有打窩,也要跟人家走去那邊打 打就剛才打A面,A波打B面 然後A、B兩面 打起來才會晶圓,你才打窩窩窩 打窩窩窩,人才會說你好一個人 你如果說白髒髒,人家就說你沒有好一個人 你一定是沒有去度假 你沒有去海邊散開 所以,觀念不一樣 他們在美國,住在假酒的人 我現在聽我一個笑話 他說,住在假酒的人 買去西雅圖,西雅圖比較北平 他的維度 我應該記得是跟什麼最愛什麼也差不多 但是西雅圖,他算是比較沒有陽光 大部分都是陰天 所以,從假酒去西雅圖的美國人就說一下 他說,我來到西雅圖以後呢 第一個呢,我的皮膚變白了 我的牙齒變黑了 那是什麼呢 在這個假酒的時候,他的皮膚也變黑 為什麼呢?因為假酒都是陽光 尤其是美國的情緒 比如說好萊塢企業 電影的重工業 為什麼都會是在加州 三年嘛,因為陽光充分 陽光充分就適合拍電影 拍電視劇 在環境下的這個 啊,這個電視電影啊 事業在那裡很豐富 就是因為這個天氣好嘛 啊,去到這個西雅圖呢 啊,西雅圖就是因為都天氣陰嘛 啊,所以他就在那裡笑說 啊,來到這裡就沒日子 沒日子,我的皮膚 啊,本來就白人 那就變白了 啊,為什麼去的變黑呢? 啊,你不可以喝過西雅圖咖啡 你不可以喝過西雅圖咖啡 你不可以喝過西雅圖咖啡嗎 啊,Starbucks就是在西雅圖啊 啊,那裡就是中部啊 啊,在那裡喝咖啡 我年輕的時候去到這個美國啊 我這樣發現說 啊,哪有全世界最難喝的咖啡 就是在美國啊 整個美國這樣喝一喝一喝下來 美國很大嘛,我一生喝喝 一喝,一喝喝,一喝喝喝 一喝喝,一喝喝喝 一喝喝喝喝喝喝 我就跟我的朋友說 哦,那個美國咖啡像那個 咖啡 這是咖啡杯剩下的水 這樣就對了 喔,那個蛋到齁 很爽啊,這樣 無形咖啡就對了 啊,美國人不知道 在那裡喝醉的茶就對了 啊,叫我的朋友就給我介紹說 啊,你就去那個西雅圖啊 啊,在這什麼地方有這間咖啡店 那間就是星巴克 叫我去那裡喝 啊,哇 去那裡喝一喝 我說,我怎麼有這 好家在有這間咖啡咖啡很好喝的 喔,那就是西雅圖 西雅圖,西雅圖咖啡 最早最早以前的 那麼,所以 呃,那個人就說 啊,因為他來到西雅圖 我咖啡很好喝嘛 所以他咖啡就變成黑黑了 呵呵呵 所以喔 啊,他為家酒搬到西雅圖的感覺 但是 西雅圖是那個全世界第四 第二個適合人居的 的道具 其實喔,人是這樣啦 你如果是說 比如說,我親生這樣 他們搬到西雅圖 啊,他人在西雅圖的時候呢 啊,我就說 啊,你真是去到西雅圖的社會 啊,你到底是要 你要吃飯啦 喔,同樣嘛 這個問題也同樣嘛 你到底是要找什麼頭路 結果我們前生去到那裡 人他也是要找到頭路呢 喔 他是選到要去那裡生我 喔 欸,結果呢 啊,一起走一點路 喔 因為 你的需求怎麼那麼多 我現在又說一個 有一個漁夫 喔 不是跟我一樣的漁夫啦 我這個漁夫是在做 沒有在捏魚的 在做招數的 呵呵呵 沒有啦 我真的開玩笑啦 啊 有一個漁夫啦 啊 就帶一個富翁出海 去捏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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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這個富翁啦 啊,一出海喔 在那裡捏魚 啊,人家中 啊,人家喝米乳 啊,喝得很爽 啊,他就跟那個漁夫說 欸,我看你喔 啊,在那裡喔 啊,在那裡 啊,在那裡 人家拿出來捏魚喔 啊,在那裡 賺的那裡 又沒有多少錢了 啊,你怎麼還不客氣喔 啊,把你的手機 做得比較大的 啊,做到那裡 穿我這樣 賺很多錢的喔 然後你就可以穿我這樣 你看 我今天喔 來到這裡 啊,你把我帶出來 我可以在那裡 捏魚 你喝米乳 啊,你不是很好嗎 啊,叫那個漁夫 跟他怎麼回答 他說,啊,很奇怪 啊,我現在不是這樣 我現在也是這樣 我現在也是這樣 我現在也是 出門 對,出海 啊,我也在捏魚 啊,你喝米乳 我也喝米乳 啊,雖然你比較有錢啦 但是一樣 如果要這種鄉親 我現在就是 現出事就是這種鄉親 所以你到底是要過什麼生活嗎 喔 如果說 要過到 我們 其實這也 不可以說過到 很多人的這個俗傷裡面 我們很小孩 就是 父母親都嘛 希望這個 望子成農 望女成鳳 啊,你現在說 欸,你長大以後 千萬不要什麼 要做偉大的事業什麼 我跟你說 我們台灣人的生活 很多外國人都不一樣 比較說 一千多的先進的國家 他就是這樣啦 他不是說 我們一個 孩子都要去台大學 他現在看到說 你的性向測驗 什麼測驗一大堆 測驗的結果 你都不適合撤車 啊,不適合撤車 你是因為 強迫他去撤車 要從什麼 叫他撤台學 他才會學 所以呢,他就把他送去 職業學校 啊,去職業學校 就去做訓練啦 啊,你有一次之場 這麼對嘛 像我們台灣現在這個搞得很奇怪 的孩子們 大大小小 全部都上台學 啊,不然他們說 對一間是職業學校 對一間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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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間職業學校 是很丟臉的事情 這樣意思就對了 這樣意思就對了 而且有的是說 啊,你如果去做運動員 啊,你也很丟臉的事情 啊,四肢發達 啊,沒有頭髮 啊,像小孩就說 叫他去那個 打棒球 打壓球 去那個 投球 啊,你要想看看 啊,我們現在你要好好做 對一個行業不出頭 啊,你說王建民啊 郭... 郭...郭鴻志啊 啊,這些人 台灣孩子呢 這些人 這些人也... 我們也是很厲害啊 啊,錢也是賺很多啊 啊,所以呢 正小孩 比較注意 小孩的性向 比你比較注意 的心情比較重要 啊,所以很多人 都是想說 那些小孩 價格小孩 是這樣 他的成績多少 什麼 像我小孩 像我小孩 我都不跟他們說 你去需要念書 爸爸當然希望你很用功 讀書 但是你也給我讀第一名回來 為什麼呢 什麼事情就是 我們有一句話說 不要輸在起飽點上 這是... 廠商在跟你說話 你跟誰來做人生隔眼 你就慘了 什麼叫做 不要輸在人生起飽點上 人生和你等幾十年 啊,一開始就沒要輸人 啊,你沒要輸人 你人生要怎麼累積經驗 你就一開始就... 啊... 都...都...都你好的喔 像這種的喔 將來 啊... 啊... 我們人生就是這樣啦 啊... 要有氣有力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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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失敗的時候 沒有辦法去承受 對吧 這是很簡單的代理 的道理嘛 是不是這樣 所以... 人生... 說起來... 如果... 如果住在這個... 你自己... 如果決定要什麼生活後 你當然... 你要找什麼工作更容易 譬如說... 我現在說得最簡單的啦 你... 現在到底是說... 過了很富裕的生活 啊... 譬如說... 像我在這個... 呃... 台南 啊... 我就... 打腳踏車呢 啊... 就... 很多人問我說... 啊... 你為什麼要打腳踏車啊 我說... 很簡單的道理啊 因為... 我... 我... 我們台南... 齁... 你如果說... 在這個... 老城區這裡啦... 你坐客廳車... 我這樣坐來坐去... 齁... 齁... 這樣... 都不會超過一百塊 啊... 不會超過一百塊的... 客廳車前的地方... 啊... 就打... 腳踏車最簡單啦 啊... 用人力... 用人的動力去騎... 我們就可以了... 齁... 我不知道... 大家... 有時候... 人家問說... 啊... 呃... 我怎麼這麼高級... 齁... 人生... 有需要說... 每天我就要做高級的齁... 齁... 啊... 我騎腳踏車呢... 耍來可以當穩動... 齁... 耍來可以當節省能源...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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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後來的人要用啊... 齁...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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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用到沒換行... 啊... 啊... 那用到後來... 沒騎... 沒騎... 那這樣會好... 啊... 哦... 是不是這樣... 啊... 啊... 除了我家省電以外省錢以外 可以不要吹就不要吹 一定換到五十歲 那就還要把這個世界的主館 用到這麼多 我們是不是留一些給後代 這樣不是比較好 我譬如說對 所以吃飯呢 吃飯也很簡單 你要想看看 過去在這個 我住在台北的時候 我倒是跟你說 我自己也想想 我衣服也不好吃 這樣怎麼說 譬如說 早上來台北群都沒什麼吃 咖啡喝就好了 有時候 如果是說當中有的吐司 我們一塊來補補的 現在就準備出門了 你現在去 不應該很晚了 在公司裡面 那邊呢 這個便當殺的便當 就好了 我說 我在主持節目 後來我 不愛做的時候 問我說你什麼不愛做 我說我一定吃一千六百幾粒便當 連我自己吃幾粒便當 我就省得 省得穿穿穿的 你知道嗎 所以 你 省得穿穿的 就 買了你就是都 一定是 勾開了 勾開了很晚 接著下來後 才會吃宵夜 那吃宵夜 也是一群人在那裡 喝一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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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還回去 回去過天才 好 這樣一天去 但是 晚上吃東西 最容易 大塊 然後我剛才來台南 也是很大塊 也是 差不多 腹六公斤 當時 問我說你為什麼要腹六公斤 很簡單 我在台北都沒有正常在吃東西 為什麼 那時候可能 什麼 薏米 滷肉飯 沒什麼在吃 叫來都什麼 下韭菜 還是便當 那些 便當吃到尾巴 沒什麼在吃 這樣 結果就來到台南 麵 滷肉飯 吃一堆 就用澱粉子 很快就發胖 那是要 就開始 早上吃得很好 中午 吃得很飽 晚上就吃得很少 那這樣子 當然 很多人說 由於你這樣 嚇一嚇一嚇一嚇 你看看你 都吃不胖 當然吃不胖 你生活正常 所以我到今天 都高等10點就去睡 所以 這是你要的生活 如果你要的生活 是說 早餐吃得好 中餐吃得飽 晚上吃得少 那這樣子 很簡單嘛 你的生活正常 身體也健康 所以 酒也 比較少喝 我來到台南 很好笑 有一天 去便宜 看醫生 醫生 說一句話 不要喝酒了 好嗎 我說 好啊 從他一天開始 都沒喝酒了 為什麼沒喝酒呢 我說 我說 我本來是跟醫生說 可以啦 就不要喝了嘛 可是 如果我朋友 要找我喝 可不可以喝一點 這醫生就說 可以喝一點 喝一點 結果我的朋友 都沒在喝 都沒在喝酒 大家都改酒改了 老實說 沒有什麼朋友 人家朋友的生活 也都正常 偶爾 跟人家藏一點 紅酒 藏藏 紅酒 紅酒的酒精醋 也不會太多 以前不是 以前去台北 好 這個應修 那個應修 有時候 整個都 大家一直喝喝 不知道人家去喝 還有套藏 還有什麼 還在打球 有的沒有的 算你少了很多 這一種 跟人家印酬的事情 你如果少了印酬 就不用喝酒了 要學不會開了 要開到一湯都幾十萬 你慢慢就 形化就簡單 你形化簡單 當然你生下來的錢也很多 這是第一點 所以你雖然 我 當然我過去在做電視台前 到現在做高雄 那時候你不會閉嘴 啊 做電視台 那時候你都很好啊 這 國稅局也沒有聽到 不過那是過去的事情 但是你要想看看 以前 你在台北生活 你為了要體面 比如說你要出門 為了要體面 就要有人 春今待遇 什麼有的沒有的 我現在很簡單嘛 穿底褲 穿一個牽拖而已 我想請問要花多少錢 很簡單耶 像我這樣而已 啊 這個朋友 啊不是啊 以前在台北的人 去喝酒去哪裡啊 啊現在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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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想要不對勁啊 搬去台南大啦 啊問題是 你要過什麼生活 你說你要搬去台南大 你說你要搬去台南大 你每天還要喝酒 要跟朋友這樣這樣 那樣 那樣 你過的不是簡單的生活 你不是慢活的生活 那你當然也要花很多錢 啊 你出門就要塞便術 塞便術 啊你如果沒了 就叫你開腳踏車 你也沒想要騎 啊 通常你就要花很多錢啊 啊你如果在吃東西的時候 齁啊 你就要吃那個大餐廳 要有問的 像我都吃沒問的 什麼是沒問的 沒問的就是老鼻子 啊 啊生活很簡單 啊你生活很複雜 請問你 你是不是賺很多錢 啊你如果生活簡單的人 是不是你一天就很好解決 很好解決 做好解決 齁 剛剛一開始節目我就說 欸 台北吃一餐公 零大酒班 一二八零吃到飽 要怕四人吃得好 要做什麼 零大酒班 一二八零 我吃得去吃這些就好了 我吃得到那個 好好的東西 齁 當然你說去吃是沒關係 但是 他問題是跟你說 欸 一二八零吃到飽 龍膽石斑呢 齁 齁 齁 我們哪有的 法度你不知道要一個月 要說 來吃一餐的 一二八零 啊我 啊我如果一二八零 我在台南可能要 吃要三四天 齁 我吃這個魚而已 齁 簡單嘛 生活簡單 這樣你才有辦法去選擇 你自己想要 大成我是怎樣 當然 有很多人說 小年人 不應該 像這個 我的朋友也說 欸 你現在過五十 也這樣過啦 小年人 人家都像你這樣過 這個國家的 這個經濟 都不用發展了 沒錯 我也是主人說 少年人 可以去外面 齁 老老小小 試試看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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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後一年 兩年 未來 不一定說人生 齁 齁 父母親 叫你一定要很大的性交 啊 而且師傅 都說你一定要很大的性交 跟在做工作的時候 你的長官說 你就要做多少 做多少 要做多少 誇張要告訴什麼 這樣拚到腥 人生其实没有必要拼成这个样子 这件而已 你五毛钱 五毛钱的 家庭很多 不然也是用来一拐拐 人家拐拐什么 也用来一拐拐 所以 看你自己如何 看待这个 你的人生的意义 但是说你把你的人生的意义 是定位在非常高 那当然年轻的时候 可以去过了这一种的行为 可以去追求你的理想 年轻人没有理想 这有什么枉费 年轻人绝对有理想 理想当然 不是说理想一定要在 当时发展 理想也有可能 是在 比如说 这说起来是什么 那是在外公 人家在建民宿 人家在建民宿很好笑 他们在乡野之间在建民宿 民宿都建得很漂亮 年轻人家建这个 酒庄 都建得很现代 酒庄 建得很现代 还请那两名建筑师来建 你都很奇怪 说起到你这酒庄 你怎么会 起到才能现代 结果他们的说法就是说 你也知道是不是 你来我酒庄不是有这个自然田野的乐趣了吗 你到处走不就有了吗 所以你到我的酒庄 我干嘛还要给你田野自然的乐趣呢 我不会给你来一个大都市的设计吗 所以他们的这个生活跟我们不一样 等等呢 我们如果去到这个 住一些乡间的什么民宿 大家就要做到他 比如说一间房子 用村子空 看起来普通 普通 这样才会出名 这样不会出名 你要如果是真的要到乡野 田野之间去住 最后是把他建得很现代 建得很现代 人家总是印象深刻 我没给你骗 我看我是这样 所以如果是为了要 说有一些理想 你到当时当然是 要去当时拍拼 但是到了一个年纪以后 价值观来改变 所以很多人问我 为什么你过五十岁 后来要来搬来台南 这很简单 一个人的一生 就是差不多 二十岁 大合比较后 二十到三十 是在社会上在拍拼 三十到四十 就开始慢慢 变成是公司的主管 慢慢的事业有成 但是呢 刚才你过来 你到底现在是怎么办 我那个时候就是这样想 我想说 我再起来我就要五十万 五十很快就要六十万 六十很快就要七十万 开始就一定可以坐车子要坐半票 那我现在该要选择什么生活 我还有有一点点力气的时候 我要选择什么样的生活 所以 每一天都可以说 有人问他说 我们想要 来去 跟你同样 要去找一个地方 要去过到我们这个曼火的日子 但是 我们想想的 我们安装都安装 我自己说一堆理由 我工作也没有 什么也没有 我说一堆 说一堆有 先决定你自己要过什么生活 才来决定你要做什么工作 这样不才是价途 你如果不知道自己要过什么生活 你不想做什么 说你买 买去来去退什么地方 那都不用生活 那都不用生活 你就英文都是在 那个圈子里面 恶性循环下去 就是一直工作 工作到有一天你老了 老了以后退休 退休了以后已经没有力气了 这样 也就是这样过 所以 今天就是在和各位告诉我 先不要想你要做什么工作 先想你要做什么样的生活 这就是我这期 的确是天下杂志说下 这是FMQ1.5 主持人 这是余夫主持人的节目 今天很高兴 和各位告诉我们的意见 我是余夫 我们后一个星期 我没记得 晚上十九点 在空中再会 拜拜